那騰訊有朋友是500元有貨的 他說應不應該留底 可能問是否應不應該溝淡 在建築平 是,那騰訊現在的位置 其實叫做打上來 給你一個位置 433元是第一個阻力位 也是之前下跌的位置 就是開始這個起步位 那現在 今天叫做嘗試一試401元 然後接著現在就縮下來 那就是說400元那裡 其實就要消化 一些叫沽本或者一些蟹貨 那消化完才有機會 試回之前那些430元那些位置 那如果你說現在交不交貨 我會這樣看 如果你看你之前那炷重不重 如果重的反而我覺得不如買下其他 就是買多 就是不要那麼倒閉同一邊 如果你是本身很輕貨的 就是或者只有一點 現在我覺得可以 你遇到可能還要多分兩炷 甚至三炷去拿 是的 就是不要那麼 因為現在其實你預料會夾來夾去的 就是上面的蟹貨隨時丟出來 那還有你要盯緊 就是其實我自己都有 近期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盯緊這麼多個內地官網 就是看看他有沒有出通告 就是看看會不會有一些 就像昨天這樣 就是突然間有沒有一些 國務院有沒有一些好消息呢 就是都要盯緊吃的 就是如果買這些股份 其實各賊大於一切 暫時的走勢 是的 所以你買要分分住 就離開了 照顧 趕 決定 感谢观看